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这种策略也往往能够反映到歌手们在节目当中的定位 本季我们的歌二 先存歌手已经是组队完毕了 而B组排位赛的选歌同样能够反映他们在本季的策略和定位 陈小春和盖这次选择的《没那种命》是陈小春自己的歌曲 原唱歌手的加持是这首歌曲在我们的歌上的版本 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到歌曲主旨和意境得到了原汁原味的体现 而先生歌手盖又是陈小春的谜底 对于山基的每一首音乐作品想必都是非常熟悉的 因此盖对于这首歌曲的演绎在融入到自己的姿势音乐特色的同时 也能够完全做到准确表达歌曲的内涵 从这样的选歌来看的话 盖和陈小春是在想要在排位赛战的先机赢得选择搭档的机会 他们的定位和上级任嫌其刘玉宁的街头搭档颇为相似 孙男和郑云龙的组合一经合体变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夺冠热门 两人此次选择的是林子祥的敢爱敢做 这首歌曲风高昂 符合这个林子祥一贯的演唱风格 而孙男和郑云龙两个人 虽然从声线还是整体的风格特征来看 都能够展现出非常大的气场 但是两个人都不太去演唱一些律动吉强的歌曲 此外呢 敢爱敢做是用粤语来演唱的歌曲 两个人虽然都比较喜欢尝试港式摇滚 但他们是否合适这种风格还无法确定 这样来看的话 孙男和郑云龙从策略上面并不急于争夺名次 他们更重要的是看中彼此之间的磨合 他们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 这样的定位和去年的秦深深特别像 常诗类和王源的合作群目 体现出了更多的实验性 可以看出两个人并没有把组合能够走多远作为主要目标 尤其是对于王源来说 能够在本集我们的歌儿走多远 并不是他所担心的 王源与石头的合作呢 重点是在于他能够从石头这样的出色音乐制作人 上面吃到多少的本领 这对于他目前的学悦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而作为榜样歌手的常诗类 也毕竟不计较自己在本次我们的歌儿上面的名次 他也非常乐于向王源分享自己从业多年积攒的一些干货 因此这一组没有太多的策略 他们的定位呢 类似于去年的小雅嘎嘎 以上三组的选歌分别体现了老歌新唱的传承 以及风格的磨合和交流 这样来比较的话 李文和邓子齐演唱了《刀马蛋》 虽说同样是体现了老歌新唱的意思 但或许是李文和邓子齐咖位过于接近的缘故 这样的选歌以及这样的组合看上去并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 这两位歌手只要是继续参赛便是无敌的存在 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他俩的定位了 如果按照座位表上面有20位歌手的话 那么每一组会多出两位歌手 目前主持人林海已经透露了A组的X是两位歌手 B组是否会对照A组的结构呢 也是否会加入到两名新的位置歌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李文和邓子齐在节目中定位呢 就会和这个谭永林李建影一样了 只是召集人和飞行嘉宾不能够参加比赛 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今天小编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歌 第三期的歌曲聊一些本人的看法 孤独邓子齐 能说又能唱声音还好听 而且这首歌呀 也完全和邓子齐的其他歌曲有着极大反差 不在于突出他的铁肺唱功 整首歌曲是干净利落潇洒的 让人觉得很爽快 邓子齐是我比较喜欢的新生代歌手 不穿皮裤的时候人美丽而且可爱 声音还好听 带着一丝洒脱和潇洒 而且还有才华 我在这之前呢并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但是听完节目中邓子齐的演唱之后 我心里面唯一的感觉就是只有敬佩 摇蛇和旋律两个部分在歌曲当中 是珊瑚交叉 迅速切换的 无论是摇蛇还是旋律 邓子齐完成的都是可以用完美两个字来形容 特别是在绕蛇部分结束之后呢 可能就多一秒多一点的时间 又迅速的接着旋律的演唱 并且还能够保证气息的平稳 可见邓子齐的唱功是有多么的强了 可惜的是这首歌曲的演唱是在小房间里面 我相信如果这首歌是在有关注的现场进行演唱的话 绝对会是一个特别燃的现场表演 给自己的歌盖 这首歌太经典了 李宗盛虽然是破罗嗓子 但是仍然觉得这首歌无人能够超越 李宗盛的歌曲呢像是一个故事 我一直觉得只有他才能够完美的讲出这个故事 盖是我为数不多的喜欢的说唱歌手之一 而且呢也是那种很会唱歌的歌手 他知道什么样的歌曲应该去配怎样的表达 如果没有听过李宗盛的演绎的话 我可能会很喜欢他的演唱 但抱歉我听过无数次李宗盛的演绎 所以呢总会觉得盖的演绎确实少了些什么 虽然我也不知道缺少了什么 虽然这样很流氓 盖对这首歌曲的改变并不大 在歌曲当中该轻声表达和该情绪高昂的地方呢 都做了明显的处理 他也仿佛就是如李宗盛一样 在讲述一个故事 也并没有过分的去抓一些旋律 特别是在歌曲《临情结尾》的两声 似冷笑的呵呵 就像是为这个故事增加了一个悲伤无奈的结局 但是这毕竟不是他的故事嘛 可乐王源 其实挺心疼王源这个可怜孩子的 看弹幕啊被骂惨了 好在他的粉丝也很给力 说真的 这首歌王源的演绎并不是很完美 没有表达出原始当中那种强烈的情感 王源的演绎太过于平淡了 可能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关 看过王源在唱作人上的表演的话 个人感觉王源不太适合这类歌曲的演唱 更加喜欢唱作人舞台上面的几首歌 虽然有些清晰了 但是呢很容易让人尽到情绪 Rock you like hard cannes 郑宇龙的唱功呢不用多说 他演一个任何类型的歌曲 都是显得驾心就熟游刃有余 这是首偏摇滚类的歌曲 因此在这首歌的编曲当中也加重了鼓声 听起来还是很然的 郑宇龙音乐剧科巴出生 长期受到过专业的声乐训练 这是他的优势 但是也是缺点 这样一首摇滚歌曲 我居然还听出了歌剧般的腔调 情不自禁 坠入爱河 李文一直走的是国际范儿的路线 也是华语歌手第一位奥斯凯 现唱的歌手 邓子齐年轻 但是气场也是很强的 也是个多次在国外舞台上面 被邀请现唱的歌手 也是曾经被NAS 邀请现场表演的歌手 两个人的合作呢 也挑选了非常具有国际范儿的 Can't help feeling in love 在整首歌曲的表达当中 先是李文的演唱 用它稍细却有力的嗓音 仿佛是将一个温柔的女人 坠入到爱情的模样 带到我们的面前 但是邓子齐 我总觉得不论什么歌到他的嘴里边 总是会浓重的邓子齐的味道 他接枪的瞬间 我就感觉到这首歌疯了 Coco的声音细腻温柔 和邓子齐开枪的邓氏唱枪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呢并不美好 瞬间就打破了Coco塑造的完美意境 歌曲的后半段两个人配合 其实也挺不错的 但是个人觉得 如果两人独唱这首歌曲 或许会更加完美 也是两者不同的风格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孙男 盖 两个人演唱的都很完美 真的好喜欢呢 我没有想到 盖能够这么完美的演绎这样一首歌 情绪啊情感啊融入的非常到位 独特当中有些洒脱的唱出了浪子情怀 这类歌曲是孙男擅长的 一如既往的高水平的发挥 唱出了心碎和忧愁 这样的组合真的是让人惊喜啊 前面的两个人用比较沉稳的唱法进行演绎 展现的正式失恋之人 在试图压抑自己的感情 直到后段的编曲上面的推进 两个人顺势用比之前高很多的音高来演绎 仿佛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失恋的人再也无法压制 自己内心极度悲伤的感情 放声来宣泄自己的情感 红豆陈小春王源 王源的用他标志性薄荷音的演唱 加上简单温柔的编曲 一下子就能够带给人以温暖的感受 他的嗓音本来就是比较轻比较空的 特别适合演绎那种感情细腻的歌曲 红豆这样的演绎 真的是让我觉得和王菲那种演绎是极强烈的反差 而陈小春呢也体现了这种翻唱 陈氏苦情歌的味道开箱就体现了出来 让我仿佛回到了我没那种命的感觉 橄榄树 常识蕾 郑云龙 这首歌曲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 应该是目前这个舞台上时间最久的一首歌 原创奇韵呢是一个嗓音特别空灵婉转的歌手 这首歌也被他演绎的特别的空灵婉转 清澈干净 男歌手里面我觉得李健应该也能够演绎出这首歌的味道 当然了常识蕾演绎这首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婉转 而郑云龙不得不说啊 郑云龙的歌剧的实力就是不一样 配合不同的意见就可以用不同的嗓音 不同的声线 在歌曲的演绎上面两位歌手的演唱实力 雷德说 吃瓜不挺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